我可以找我几万块买的东西 你现在给我抓紧的小中签 你这不是最厉害啊 姐 帮我看一下这个手头现在有多少钱 因为我最近超级又香 因为我记得的是我想把咖啡卖的 我看一下 这个白玉啊 一个小文胎款啊这个 你算很细的 你当时买多少 我当时三年前去云南旅游的 偷买的花了5万块 哎呦 这里有条链啊这里 啊 不会吧 这不是时纹吗 是肥萃的时纹啊 我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先摸一下这一条 然后我再拿另外一条给你摸一下 这一条你也摸一下 有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这一条呢摸起来就有一点不平滑 就有一点抽种 然后这个摸起来的话呢就比较平滑 对 这个就是有链 因为它已经裂开了所以摸起来有点抠 然后这个它是纹是在捏扯的 所以没有有口感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你的手电筒 然后你打一打灯一下 就是它有点断光的感觉 有没有看到它断光了 然后你再看一下这条有纹的这条 完全没有断光 它是两边都透了这个 那现在我这个手头是多少钱 因为它有很明显的灌烈 所以呢这个最高的话 小中间的价格 不会吧 我几万饭买的东西 你现在跟我说不是小中间 你会不会建议的呀 我太难了 哎 刚才我是不是太直接了 其实我跟你们说 石纹 它是因为石头 它一出来本身就产生的那个纹 那个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然后呢 裂纹呢 它是受到外力的碰撞 导致出来它形成了一个内裂 内裂的话 它有时候会抠手 这种的话 如果你要拿来估价的话 那价格绝对是下打折扣 在这里呢我要告诉你们 有一些商家的话 他为了提升翡翠的价格 提高它的一个价格 他有时候会把链文说成石纹 跟你们说 所以呢 你们一定要学会我刚才跟你们讲的 鉴定方法 这样就不会出错了